监控显示 这个小偷身穿病号服 鬼鬼祟祟的将衣架上的女性内衣全部扯下来 得手后还不急着离开 竟然蹲在一旁对内衣又舔又闻 动作极其猥琐 这个毛贼足足在现场逗留了一个半小时 最可分的是这一次在医院里住院期间 带着伤跑出来偷 觉得有点太离谱了 刘先生说 他和妻子去年才搬过来 刚好从内饰开始 家里的女性内衣就频频失踪 为此刘先生还专门安装了两个监控摄像头 他们根本不管监控 根本不害怕监控的 大概在四个月之内吧 丢了十几件换人过来偷的 就不知道他们是一伙的 目前刘先生夫妇俩已经报了警